中環海奔摩天輪新舊營辦箱就交接安排達成共識 發展局長黃偉倫在本台節目說 當政府收到新營辦箱牌照申請就會審批 預計很快可以完成 黃偉倫說在早前新舊營辦箱談判期間 政府不想對任何一方有批評的態度 令談判觸招 因此作出較中性的回應 亦都不會用公權逼其中一方作用的樣步 政府在5月底批出摩天輪用備的新租約 不過到8月底自然才突然得知摩天輪會停輪 未來政府的信息發佈是否做得不夠 黃偉倫承認定一市長一致 即是可以感受到退退意 為何是沒有票買的 這個就是定一市長一致 不過訊息發佈有一個考慮很小心 不想做了一件事令到他的談判觸招 這個當然你現在時候看清楚一點 你當然要說了 以待摩天輪用備租約為期三年 不過如果要更換新的摩天輪 就要最少一年時間 黃偉倫說 這一類租約的條款可以檢討 摩天輪如果做過新的 可能要十多個月而已 我想政府在這方面看就是說 如果真的一個短期租約去處理的時候 會不會那個月份其實要長一點呢 不是這個是其中一樣東西呢 那麼交絕安排 有沒有空間我們在交絕安排上 然後再定一個調配機程序再定好一點呢 摩天輪新型辦商的租約在三年後完結 黃偉倫說動視中環漫製妖道 以及港鐵沙中線的工程經以路續完成 政府可以拿回有關工地 因此可以連同摩天輪的用地 一併規劃在2020年之後的發展 上一段下記者公知欣賞